车床雕刻首先咱需要对刀 对刀的时候先看一下咱的这个机器的轴向 X加进刀 X加是进刀 然后Y加 Z加 轴向看完了之后 咱们首先需要把Y轴切换到雕刻 点七缸四把七缸四打开之后 Y轴就切换过来了 然后Y加的时候 竹轴上走 Y剪下走 切换完之后咱们现在开始对刀 对刀的时候打开七缸一 让洗竹轴下来 下来之后咱们切换手轮 切换手轮的时候 X轴 我现在是X加 找到中心的位置 找到起刀点 分别调整XYZ 分别调整XYZ Z轴 Z轴 Y轴 起刀点的位置 确认以后 起刀点的位置 确认以后 对刀清零 现在绝对坐标有数据 咱们按住对刀键 按两次输入 把这个坐标清零 按住对刀键 按两次输入 清零 清零之后 恢复气缸 气缸一收回 Y轴也收回 这样的话 咱们现在开始读取文艳 按住 按雕刻 按到雕刻之后 它这个界面就切换了 手轮模式的时候 手轮模式的时候 它没有第四个 咱们现在按到雕刻 按到雕刻之后 点选程序 找到咱们U盘里边的 雕刻文艳 NC文艳 然后点输入 输入之后 咱们的文艳 是加了后处里的 M8 是启动 M32切换位置 M70 就是 OUT1 M70 然后M76 就是气缸4 OUT4 咱们现在代码 加完之后 它就可以自动工作 现在开始启动 已经点选文件了 所以按住循环启动 它现在就开始加工 M6 M7 M10 M44 M44 M40 M10 M44 M60